有干贝丝 有竹笋 有炒菇 有可馍 还有一些豆瓣 还有几片红椒片 这搭配颜色的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青菜 小青菜 小青菜 市场上随处可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刀工处理一下 好 把小青菜先洗好 洗理好以后呢 每一颗头部修理一下 把那个提液去掉 那这种小青菜 他们有人说 就是在根部 包的比较紧实的这个地方 会存农药的 是吗 所以要浸泡 整个的你在买回来以后 要浸泡一下 另外这根部里边 可能有点树叶 或者一些泥沙杂质 对对对 比较多 所以要每颗洗的时候 要扒开 扒开冲洗一下 基本上我们这个 头部这个就不要了 就直接贴走了 好 处理一下 那么我们这样的切成秤段 每个大概在三公分左右 一层的端 这样呢我们基本把青菜切好了 其他的呢 接下来我们把一些辅料改刀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改刀的呢 就是辅料了 今天我们看到用到的这些料呢 都是快熟的 比较好熟的 对对对 所以切的大小差不多 那么它的成熟时间也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还用到了这个姚树丝啊 这个是买的那个干的 对干贝 干贝 然后把它泡发 撕成丝 这个呢放在汤里就是增加它的鲜度 对对对对 蒸制一下 用料酒啊 姜葱啊 蒸制一下就行了 嗯嗯 炒锅呢我们切成片 您是说这个姚树丝它还要蒸吗 蒸的 蒸了以后呢 把它碾成丝 蒸15分钟 哦哎呀 我平时在家吃的时候 就是把它泡 泡发了之后 直接碾成丝 就扔在汤里了 那这样的可能比较新一点 哦对对对 用葱姜料酒要蒸制一下 这样比较好 就它放在葱姜料酒里蒸 蒸多长时间 一般15分钟就行了 蒸上一后钟 然后再把它弄丝 再放在汤里 哦原来是这样 我说 我们把这些都切成片 好 全部都处理好 好 那个这个豆子是 超市里就买好的 这个 对 手剥的或者新鲜的 自己剥一点 或者菜式上都有 好 把它烫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要烫 调烫一起 加清水 好 现在所有料呢 都已经改刀完毕了 现在大师说 要上锅焯一下 对对对 最主要青菜 把这些配料 搓一下水 嗯 青菜不用了 这样呢 搓水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点油 滴几碟油 干净的油 这很有翘门的 就你今后搓水 绿月做菜 它就变得很脆绿 很脆绿很油亮 对对很有量 这是一个小办法 小窍门 我们加一点点盐 给它滴凉味 好 把油料 进去搓水 所以瑶柱丝呢 留在边上 嗯 蘑菇啊 笋啊 豆啊 都放进去了 就除了姚树丝 对 那这个焯水的作用是 就是十七成熟 另外呢 把它一些异味啊 像炒锅可能有点咸味啊 或者是不成熟的原料 统一成熟时间 嗯 对对对 我们这个青菜是很好熟的嘛 所以不能在锅上 有太长的时间 对 青菜不需要搓水 一搓水呢 它的营养就全部流失了 好 对 对 其实有这个青菜的 这个菜啊 或者是汤呢 呃 它做起来挺讲究的 你说 它不能入火太长时间 那如果要是生的话呢 它有一种 菜的生的那种味道 对 生色的味道 对对对 生色的味道 如果要是做熟了呢 就软烂了 又不好吃 口感又不好 对 所以今天这个火候的把握呢 我们要注意 这个焯水之后呢 我们把它捞出来 确实啊 加了这个油之后 烘干水分 还挺油亮的 对 光泽 光泽多好 今天呢 除了这个营养搭配之外呢 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这个原料 它的配色 也很注意 对 那些配色 绿的黄的红的 好 好 除了青菜和姚主司 其他的料呢 都已经焯过水了 接下来的下一步呢 我们看到 王师傅是拿出了这个高汤 青汤 青鸡汤 青鸡汤 加了青鸡汤 这个菜锅汤是哪里的菜呢 海派菜 海派菜 对 实际上就是 简单一点就是 实际的蔬菜 用高汤来水煮的方法 那个水煮蔬菜呢 跟油煸蔬菜 或者其他的焖的蔬菜 或者煸炒的蔬菜呢 口感比较嫩 所以主要也是符合 当天就是营养 也是潮流 对对对 好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锅里的青汤啊 已经开了 把它开过了 好 我们把刚才浇烫好的 原来再下去 这个时候呢 摇柱丝下一半 留一半呢 待会我们放在面上点准 这摇柱呢 在这里边很提鲜的 这个摇柱丝不放 待会是 飘在上面的 对 点准在面上 待会 如果这也先放 待会找不着了 对 那这个就跟那个 我们烫手的两个红胶片呢 一会也点准一些 哦 去出来 他是做菜很惊喜啊 对 那我们平时那个皮带瘦书粥也是 在熬制的时候 就把那个 这个皮带先放进去部分 留下一部分是吗 那最后的时候 再放进一部分 不 他们有人教过是这样 最后的时候 同时发 同时发 他们说那个之前都找不到了 对 要放点新的点缀一下 整个菜有点原料 放的程序是很假的 要保持它的舍 因为保持它的一种责感 脆的 所以按照时间程序来进行发 嗯 好 那我们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很快的 很快了 开锅了我们就放青菜 好 把青菜全部下下去 一般呢我们现在南方呢就油边蔬菜特别多 比如炒啊 这样的蔬菜比较就是油太大 对 油太大 那么水煮呢很清淡 很清淡 另外呢特别嫩 好 等一会转色煮开就行了 这个今天就是选择的料有一点多 其实制作方法还是很很简单的 简单 简单又有营养的一道汤菜 实际蔬菜 好 接下来我们调味 盐 一点点糖 一些胡椒粉 少不了的胡椒粉 鸡精一勺 好 哇那够浓郁了 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清汤 还是要加鸡粉吗 其实不加也可以吧 四大加一点 对因为鸡汤已经很鲜美了 嗯 那这个要多长时间 一般一分钟 一分钟 对对对 等它稍微一滚锅就可以了 对忘火 一定要快忘火 对 好开了 我们淋一点鸡油就可以出来了 最后还要淋一点油啊 对鸡油 淋鸡的鸡油 必须要求要鸡油 香油 如果没有其他的也可以 我们装盘了 嗯 装盘它有一个小窍的 我们家里边呢 学一大一小的两个碗 嗯 一大一小 可以扣扣进去的碗 这个待会扣扣下来 哦哦可以扣起来 对 那我们装在小盘里 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 嗯 用个小漏勺 把它捞在漏勺里 控控水 控控鲜汤 好 好了以后呢 我们装在小碗里 您吃菜我喝汤 哈哈哈哈好 那它菜都成名碗里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关火了 您是在煮着吗 可以关火 嗯 我们用勺子把它压压扁 就压一下 这样呢今天可以盛两份了 两份 我们先来一份 好 先承煮一份 这样呢 我把大碗扣过来 哎呦 跟做那个扣肉似的 对 把它压压起死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扣菜 扣菜 对 做个简单的造型 好 扣进去 翻过来 好 这样把它切开 嗯 一个土圆形的形状 哦对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点缀两边红椒片 点缀一些腰猪丝 嗯 这时候我把剩下的那一碗腰猪丝放进去 好 待会我们另外盛一份 这个时候呢 要的汤 就是 把圆汤 嗯 沿着边 浇进来 不要破坏形状 好 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好了 好 这一招真的不错啊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一道汤菜 要照我们平时呢 也就是这个 挺好 就舀进去 然后倒上汤就可以了 对 湯倒水水的就上来了 这样比较散了 嗯